你是否相信奇迹 你是否相信有些人命中注定要经历惊险刺激的生活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那么你一定要听听维奥莱特·杰索普的故事 他是一位爱尔兰远洋邮轮女士和护士 以三次航海事故幸存而闻名 他不仅见证了奥林匹克及邮轮的辉煌和悲剧 还在一战期间担任了英国红石资汇的志愿者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经历吧 维奥莱特·杰索普出生于阿根廷 是爱尔兰移民在阿根廷的第一个孩子 他在少女时代得了肺结核 医生诊断说活不了几个月了 但后来奇迹地康复了 在他16岁时 他的父亲去世了 他和家人搬到了英国 因为母亲生病 为了谋生 他跟随母亲的脚步 成为了一名远洋游轮女士 1910年 维奥莱特开始担任白星航运奥林匹克号的女士 这是一艘豪华游轮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轮船 维奥莱特在这艘船上 遇到了第一次海难事故 191年9月 奥林匹克号从南安普敦出发 却被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追撞船尾 好在这次事故不是毁灭性的 尽管有部分人员受伤和船体损坏严重 但奥林匹克号还是安全返回了港口 1912年4月10日 维奥莱特登上了大家后来熟知的铁达尼号担任女士 这是一艘更加豪华和先进的邮轮 也是白星航运的骄傲 维奥莱特在这艘船上遇到了第二次海难事故 四天后 铁达尼号在北大西洋撞上了一座冰山 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后迅速沉没 2224名船员和乘客中 仅700亿世人生还 维奥莱特便是这710位幸存者其中之一 维奥莱特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许多令人感动和震惊的细节 比如总设计师汤马斯 安德鲁斯 乐队成员约翰 罗 修姆 以及一个被扔给他照顾的婴儿 维奥莱特最终登上了16号救生艇 并在第二天早上被卡伯菲亚号救起 1916年11月 维奥莱特登上了不列颠号担任护士 这是一艘白星航运的皇家医疗船 正前往地中海运在英国上兵 行经希腊海域时 由于无法解释的爆炸 不列颠号在爱琴海沉没 这是维奥莱特遇到的第三次海难事故 不列颠号爆炸后 在55分钟内迅速沉没 维奥莱特和其他乘客几乎被船尾的螺旋桨杀死 维奥莱特不得不跳下救生艇 并因此头部受伤 但他最终活救 多年以后 他因为头痛去看医生 医生发现他的头颅骨有一道裂缝 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经历 会让维奥莱特对海洋产生恐惧和厌恶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战争结束后 维奥莱特继续在白星航运工作 并参加了两次世界巡航 1950年 他退休搬到了沙福郡居住 1971年 维奥莱特因心肌梗塞去世 享受83岁 维奥莱特 杰索普是一个非凡的女性 她以乐观和坚强的态度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危险 从阿根廷到英国 从南普敦到纽约 从地中海到爱琴海 从铁达尼号到不列电号 他经历了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 却始终保持着勇气和信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